我是全网黑的18线女明星,但精通儿童心理学 综艺上,绿茶小花故意把拖把对到我腿上 我拿出棒棒糖夸奖,宝宝真厉害,地板都反光了呢 这地就得宝宝拖,其他人都不行 绿茶小花骄傲的一口气拖了100平方 电竞男神赌气不参与聚餐,我耐心哄道 奥特曼不保护不合群的小朋友哦 男人冷笑,幼稚 随后偷偷摸摸拿起碗筷直奔人群 黑粉刻意引战,我温柔回道 其实你们都是可爱的宝宝 黑粉羞涩无脸 节目播出后,我一夜爆红 全网激情喊话,老婆,我一身反骨,快来拿捏我 祝亲爱的王子公主们,2024年报复报美 求求给猫猫个三连吧 猫猫,和你们是真玩哦 正文现在开始 我是全网黑的18线女明星 最近接了一档国民直播综艺 开车去机场的路上 黑粉还在评论区追着我骂 起因是我在一位美女博主的视频下 发了条评论,女孩子就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宝宝 一位男黑粉立刻攻击我,逆天,这么降致的发言 没有十年脑血栓都想不出来 我温柔回道,你也是可爱的宝宝 对面顿住了 我又顺着账号找到他刚发表的视频 抢到手瓶,我可爱的宝宝,你还好吗 黑粉接接巴巴回道,好,好吧 你呢,宝宝 一站告捷,我关上手机 打开新买的儿童心理学书籍,继续钻研 经纪人小声叮嘱我 这次请的嘉宾很多是综艺首秀 有几位私底下的性格不太好 为了掩盖他们的缺点,所以拉你过去转移火力 我抬起头,那我需要做什么吗 经纪人,随意就好 反正不管你做什么都会挨骂 网友骂你骂累了,就没时间关注其他明星的小毛病了 我微笑着和尚书,Damn 由于飞机延误,等我一手拉着行李箱 一手抱着书,匆匆忙忙抵达现场时 所有嘉宾基本都到了 包括我在内,本期一共有四个男嘉宾和四个女嘉宾 我大致扫了一眼,基本全是大派明星 其中,咖位最大的是高冷影帝宋宇川 她和当红小花苏林合作的电影刚上线不久 掌获大量CP粉 这次是她的综艺首秀 大家都传她是为了苏林而来 成了节目为播鲜火的一大卖点 我一进门,但不黑屏满天飞 我可送更和林林科的好好的 怎么突然镜头就转向陈丽这个绿茶表了 真会气 节目组疯了吧,这么好的嘉宾配置 干嘛还要请陈丽这个黑亮满天飞的酒漏鱼啊 上来就迟到,没素质 就是,她一个18线小明星 也好意思学人家耍大牌 该不会是故意压轴出场博眼球吧 无计罢鱼,节目组能不能把她插出去 苏林笑着迎过来 陈丽终于来了 是看书看得太肉迷,耽误了吗 让我看看是什么名著 苏林自然地从我手中拿过书 儿童心理学,听到书名 有几个嘉宾没忍住,笑出了声 从出道一直被黑到现在 见多了大风大浪 这点嘲笑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毛毛细语 我笑着道歉,不好意思来晚了 来之前一直在看多位嘉宾的资料,男帅女量 一不小心就看入迷了 导演组真有眼光 表面上道歉 实际把在场所有人都按戳戳夸了一遍 虽然大家没有回应 但情不自禁上扬的嘴角暴露了内心 弹幕迅速滚动 我们林林真是人美心善 明知道陈丽名声不好 还是选择主动和她寒暄 爱了,爱了 我们林林多真诚啊 谁要看陈丽,这个绿茶 在这故作谄媚 彩虹屁吹得再好 也改变不了绿茶表的本质 儿童心理学 笑死我了 陈丽就算真的想装文化人 也好歹拿本红文梦吧 被我们林林戳破了吧 文芒死装女 我纯路人 感觉你们对陈丽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 每个人兴趣不一样 儿童心理学没毛病吧 她也没说自己看的是名著啊 至于迟到 那不是因为飞机延误吗 我赞同楼上 而且陈丽情绪好稳定哦 面对嘲弄始终保持着温柔的微笑 还反手夸了大家一波 看得我心都化了 这间基本都被挑完了 只留下一个略显破旧的储物间 改个临时卧室 在二楼 我正准备把行李箱放进去 镜头照不到的角落 宋雨川接过我手中沉重的行李箱 拿到一个华丽的卧室房间 姐姐 你住这间 我有些疑惑 那你住哪 宋雨川指了指储物间的方向 我心中疑惑更甚 宋雨川 这是把他抢到的好房间 让给我了 还有 他刚刚居然叫我姐姐 这和他的高冷人设 似乎不太相符 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揣测 宋雨川的行为动机 主持人在楼下呼喊着嘉宾集合 我来不及细思 脱口而出 我们雨川真乖 宋雨川脸眸 唇角扬起微小的弧度 似乎十分受用 我安置好行李 转身下楼 到最后一级台阶时 上面一层薄薄的涂起到了 天然润滑的作用 我一个没站稳 朝着男人的后背摔去 没有预料中的酸痛 宋雨川转身稳稳接住了我 谢谢 我一抬头 是男人宛若雕塑斑的一张脸 肌肉线条随着手臂的动作展现 耳间肉眼可见 升起一层淡淡的飞红 冷淡又蛊惑 等我宋雨川的美貌中回过神时 发现嘉宾和主持人 正齐刷刷看着我们两个 弹幕炸了 木草 陈黎又做什么妖呢 不装笼化人了 改掉男人了是吧 这故意摔倒的举动也太做作了 想红想疯了吗 哼 惹到宋哥 他可真是踢到铁板了 宋哥可是敢把倒贴女星 直接封杀的狠人 不吃绿茶女这一套 我们林林还是素质太高了 要是我 作为正宫就直接破口大骂 真受不了 宋哥快点封杀他吧 陈黎 不了解 不做评价 倒是宋哥 这一脸暗爽的表情是什么鬼 希望是我这个劳粉想多了 怎么感觉宋哥看陈黎的眼神暧昧感 都快一出来了 你别说 陈黎长得像个草莓小蛋糕 甜甜软软的 宋哥一个硬汉 却一遇到陈黎就脸红 我也不想刻这种邪教CP 但两人只要一同框 就信张力拉满是怎么肥死 楼上 你们是真饿了 先不说宋哥和林林在暗昧期 退一万步 就算不是 陈黎他配吗 小插曲先过 主持人迅速调整好状态 等我们全部落座后 开始宣布今天的任务 别墅长久不住人 机会严重 而且缺少食材和厨具 我们八个人以抽签的形式 分配家务 宋雨川和女歌手扫地 苏林和电竞男神审券抽到拖地 我负责擦拭桌子和家具 其他人外出采购 大家各自散开 很快 客厅只剩下我和苏林两个人 苏林干了不到五分钟 已经有了懈怠的意思 眼神到处乱飘 但碍于直播镜头 以及她的人设 只能继续装样子 我注意到了 但没有过多在意 直到皮肤突然传来湿润的触感 我低头一看 苏林的拖把正对在我腿上 苏林连忙道歉 语气可怜巴巴的 不好意思呀 孩子开始主动承认某一方面的弱势 多半是泛滥不想干 我敏锐地察觉到苏林的为难情绪 放下手中的活 眼睛一眨不眨看着她 一瞬间的静默中 弹幕翻涌 完了 这个没素质的慈禁女 不会对我们林林做什么坏事吧 这种事情小户出来的泼妇 可什么都干得出来 林林都道歉了 又不是故意的 她还想怎样 还在那里瞪林林 我感觉她就是看我们林宝 善良好欺负 故意针对她 我怎么感觉陈梨不像是邓苏林 更像是 母亲在看一个调皮的孩子的眼神 莫名有点慈爱是怎么回事 慈爱 楼上眼睛什么时候瞎的 陈梨从小练散打 脾气坏得没边 上学期间就传出过打架丑闻 慈爱两个字和她有半毛钱关系吗 别被装出来的假相片了 好吓人啊 怎么办 宋哥在哪 快过来啊 你家林林马上要被欺负了 我抬起手 苏林下意识格挡 陈梨 你敢 苏林狠话放到一半愣住了 看着我把手温柔的搭在她肩膀上 宝宝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自己呢 你看 你拖的地都能反光了 首先 用夸张的语气 对孩子的行为 给予高度好评和肯定 苏林放下戒备 面露疑惑 真的吗 我十分真诚地夸赞道 当然 除了你 其他人都拖不出这么完美的地 你要是不适合拖地 那审券岂不是要羞愧死了 其次 轻微踩一捧一 让孩子产生攀比心 一顿操作下来 苏林的眼神 悄然发生了改变 语气不自觉带了些骄傲 其实我刚才没有用权力 不然拖得更好 太厉害了宝宝 我面带微笑 掏出一根阿尔卑斯棒棒糖 我都不敢想象 连累你鼎盛时期 拖出的地会有多干净 最后给孩子一些 尝得到的甜头 以崇拜的语气 寄予期望 激发干净 那我去接着干活了 苏林接过糖 骄傲地重新拿起拖把 拖完了客厅 又开始对厨房下手 一口气足足拖了一百多瓶 沈卷忍不住多次 把视线从游戏界面 移到苏林身上 散漫地开口提醒 喂 这里我拖过了 苏林叼着棒棒糖 仔细端向一番 做出评价 不够亮糖 还对我来 我秒遍心心眼 及时给出正反馈 哇 宝宝 这地板都能当镜子 对着化妆了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 又擅长做家务的女演员呀 差不多行了 我情绪刚上来 还没夸到高潮 被审券打断了 少年顶着一张 没什么表情的厌世脸 不懈地淡淡瞥了 我和苏林一眼 装腔做事 幼稚 弹幕看愣了 别急 我在思考 这个走向 十分有十二分的不对劲 这是什么新型绿茶方式吗 陈梨 她 她真的不是在哄孩子吗 笑不活了 你们以为的陈梨 慈禁狂魔 撕逼大战一触即发 实际的陈梨 温柔必杀 三句话拿捏当哄小花 哈哈哈哈 苏林半夜坐起来 老娘的伯乐终于出现了 虽然陈梨飞亮满天飞 可是她笑得那么温柔 还叫宝宝诶 可是她情绪价值直接拉满诶 可是她随身携带原味 阿尔卑斯棒棒糖诶 这哪里是绿茶呀 这简直是我的小baby 音音 原来我不是懒 只是没有遇到 属于自己的陈梨姐姐 不敢相信 这套话书放在我身上 我会是一个多么 阳光开朗的小女孩 谁懂啊 这一段播出的时候 我也在拖底 劈点劈点去找我妈要阿尔卑斯 可能也来拿捏一下 我这个26岁的宝宝 这就是儿童心理学吗 好好好 对儿童来说可能有些幼稚 对成年人来说刚刚好 在直播弹幕 对我的铺天盖地的恶评中 开始逐渐蹦出一些好评 但很快就又有新的恶评追上 不是 你们组团为陈劳女洗白吗 我们林林自己勤劳能干 关陈梨什么事 林林本来就优秀 需要她夸吗 对呀 我看她就是故意给自己立个人设 再请点水军 费尽心思演给谁看呢 对沈卷对了吧 看陈绿茶吃别真开心 随身代表儿童心理学的装逼文盲 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居然还有人跟着起哄 幼稚死了 沈卷小哥哥的表情简直演我 余下的几天 我和苏林的对话被陆平发到网上 在各大社交平台疯传 上了四五个相关热搜 警号陈梨新型绿茶 警号全世界就是巨大的儿童心理学 甚至一度超过节目组 刻意强捧的苏林和宋宇川的CP热度 但最让我惊讶的是 不知道是谁一想天开 创建了我和宋宇川的CP超话 而且每天签到打卡人数还不少 甚至有一些同人文 车咕噜几乎直接从我脸上撵过去 导致我后来一看到宋宇川 就忍不住脸红心跳 在别墅安顿好之后 八位嘉宾性格迥异 日常相处常有小摩擦 为了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节目组临时安排了破冰小游戏 两两一组 一人说动物名称 另一个人需要立刻回答出动物的叫声 我和宋宇川抓就正好分道一组 一旁 苏灵看向我们两个的眼神 颇有些哀怨 游戏还没开始 弹幕就已经炸了锅 玲玲的眼神好虐呀 好心疼 陈黎该不会是搞什么暗箱操作了吧 为了蹭热度 脸皮真够厚的 严重了吧 陈黎一个小明星哪有能力暗箱操作 而且 大家不觉得 这几天苏灵很年陈黎吗 两人看起来关系挺亲近 反而苏灵和宋哥 好像就是两个一起搭过戏的陌生人 你懂什么 真CP都是需要避嫌的 真别说 我现在有点怀疑苏灵不开心 是因为她想和陈黎一组 楼上吃郡子 吃出幻觉了吗 我们灵灵干嘛要喜欢一个灌三啊 陈绿茶别来沾边 我都能想象到游戏玩起来之后 陈黎的画风 一想到她茶里茶气的 在那里娇媚的喵喵喵 就觉得生理不适 呦 宣布游戏开始后 我率先发起攻势 王八怎么叫 宋宇川和弹幕同时愣住了 五秒后 主持人疑惑发问 陈黎 你自己知道王八怎么叫吗 如果你答不出来的话 是不能算宋哥输的 我学着动画片里的语气 想美美 我是双面龟 半晌后 主持人没忍住爆笑出声 嘴角比AK还难压 还要装作严肃 那个 陈黎 这就有点耍赖了 宋宇川缓缓勾起唇角 我认输 我冲男人笑得眯起眼睛 夸道 真怪 主持人 弹幕笑疯了 啊 猛死了 宝宝真的好可爱啊 怪不得他精通儿童心理学 确实很有童趣呢 本来冲着宋哥来看直播的 现在对陈黎彻底入转粉了 刚刚是谁说 陈黎只会娇媚的喵喵喵的 打脸了吧 是不是得得我们历历道个歉 我都不敢想象 和陈黎的这样的人在一起 会有多开心 从不扫兴 话术高超 永远嘴甜 永远情绪价值满格 我直接反手一个 嗨 老婆 宋哥那么争强好胜的一个人 居然主动认输了 而且我宋哥不是个酷哥吗 我要开始造谣了 宝宝 一看宝宝 你就心思细腻 是个潜在的大文豪 要不要考虑来我们历历和宋哥的 超话产点黄色小梁 除了宝宝 其他产的都不合我意 这次大概飞粉吃扁 战斗力弱了不少 半天憋出一句 哗众取宠 搅流造作 陈黎查可真有心机 为了出风头 估计提前一个月就准备好了吧 宋哥可能只是无奈 在镜头前配合他 破冰游戏过后 观看人数再创新高 直播结束拿到手机后 我才发现自己又上热搜了 原本微博三十多万粉丝 三分之一是买的 三分之一是黑粉 剩下的三分之一 大概率僵尸粉 现在几天时间猛涨了百万 后续一周 日子相对悠闲 除了明显感觉 我的镜头比之前多了之外 没什么变动 直到某天节目组 突然早上六点打我们叫醒 宣布要举行一场海边沟火晚会 但在此之前 要先进行一个游戏 在节目组不提供任何帮助的情况下 去种植园采摘樱桃 规定时间内 采摘数量最少的人 要在晚会上接受惩罚 听完游戏规则 我心凉了半截 今天是个艳阳天 太阳很毒 我从小不怕虫子 不怕打雷 徒手抓老鼠 眼睛都不带眨的 唯独怕晒 皮肤会红肿发痒 实在难受 于是我在出发前 把自己包成了蒙面大侠 口罩墨镜 防晒衣全服服装 同时在人群中 精准定位到了宋宇川的伞 说是不提供任何帮助 但显然节目组 还是偏心大咖的 宋宇川 我笑着一个剑步冲过去 你今天的搭配好好看 万能开场俱适 但确实是真心的 宋宇川肩宽腿长 肌肉匀衬 天生的衣服架子 别说穿着裁剪得体的运动服 劈块麻布都好看 宋宇川漆黑的毛子 一眨不眨看着我 手指微微蜷缩 我乘胜追击 宇川 听说你天生冷白皮 怎么晒都晒不黑 真的好厉害啊 清冷的嗓音在闷热的空气中 格外令人上瘾 你拿这把伞制遮阳 会好一点 哇 谢谢宇川 我们交换 我没想到居然这么顺利 接过伞 把提前准备好的笔直的树枝 递给宋宇川 仰起甜甜的笑 我有预感 你今天一定能得第一 嗯 宋宇川微微勾唇 指负妈撒着光滑的树枝 姐姐 如果我得了第一 你可以给我点奖励吗 嗯 听到奖励两个字 我的思维不自觉发散到了 前两天看的童人文上 忍不住郊区一阵 但还是点了点头 好呀 弹幕沸腾了 四个女嘉宾 就成立一个人娇气的不行 真不愧是绿茶中的陈年龙景 勾搭宋哥借散 调媚的要命 一点边界感都没有 没有教养 楼上是吃屁了吗 口气这么大 宋哥自己都乐在其中 你猪鼻子插大葱装什么 真不懂什么绿茶红茶 李贵妃肯为朕花心思 终归是好的 宋哥 我之前拽裤的高冷宋哥去哪了 你呀直接上赶着讨好 这对我一开始真的没想磕 但这几天看下来 糖都送到我嘴边了 不磕就不礼貌了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 关注那根树枝吗 没有一个男人 能拒绝一根完美的 直溜溜的树枝 陈黎真的好懂 这哪是绿茶 这明明就是我的小蜜罐子 可爱的我一个大老 你们心都化了 比如说一把伞 一百把伞我也愿意给 怎么 就一本破儿童心理学 就把你们都蛊惑了吗 宋哥到底在做什么呀 陈绿茶已经这样蹭热度 抢零零风投了 为什么还不封杀这个他 好歹沈卷目前还是清醒的 我顺着目光 往沈卷的方向一看 果然 少年一身反骨 即将要出发采摘了 还在玩最后一把游戏 看向我的时候 脸上满是不屑的神情 嗯 叛逆期的孩子 恐怖如斯 一小时后 我和其余七位嘉宾 准时回到了出发点 一语成衬 宋宇川真的是第一名 即使是做全了物理防晒 我依然还是有微微不适感 摘到的樱桃数量极少 正当我以为自己 肯定是倒数第一的时候 听到主持人念出了苏林的名字 旁边那个大叔 一会想我姿势不对 一会说我速度太慢 苏林抓狂的叹了口气 本来就累得不行 搞得我心情都不好了 不想摘了 主持人连忙示意 射向七镜头 苏林意识到自己失言了 闭上嘴不说话了 篝火晚会准时在八点执行 所有嘉宾都到齐了 马上开饭了 唯独不见审券 主持人善笑着问了一句 哪位嘉宾方便去喊一下他 无人回应 主持人寻视一圈 都是惹不起的圈内流量大咖 最后早上正在啃苹果的我 陈梨 你去楼上喊一下审券吧 叛逆期的孩子最难管 我下意识想要拒绝 主持人小声开口 别忘了十倍酬金 我 Damn 吃人嘴短 拿人手软 只能接下任务 弹幕开启了群潮模式 黑粉又沸腾了 之前不是快把陈梨吹到天上去了吗 又是嘴甜 又是情绪价值 呵 现在等看着被打脸吧 沈卷这个小孩哥可不吃陈绿茶那一套 我走上二楼 沈卷刚打完一把游戏 输了 气氛十分低沉 小朋友 你下路队友有问题啊 我咬了口苹果 分析道 沈卷年龄不到16 我27岁 喊他去小朋友 倒也不算差倍 是吧 这人就跟个美团骑手似的 不停地送 沈卷愤愤吸灭手机 可惜 你操作这么厉害 没被拖累的话 这把应该能赢的 什么叫应该 是肯定能赢 沈卷看向我 像是忽然意识到什么 你来干什么 虽然还是有些许冷漠 但经过刚刚的攀谈 他的态度明显软化很多了 我又哄道 小朋友 我们去吃饭吧 用美食来战胜怒火 不去 没心情 沈卷摆了摆手 你不用跟我来哄小孩那一套 我又不是苏林他们 我站在他房间的橱窗前 看了一会满格子的手办 问道 你真不去 不去 好吧 我耸了耸肩 但是奥特曼是不保护不合群的小朋友的哦 幼稚 沈卷冷淡回了一句 我正准备推门出去 沈卷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带着些迟疑 你好像对这方面有研究是不是 听说你在研读儿童算卦 嗯 儿童算卦 他非要这么理解 也没毛病 嗯 我郑重骑士点头 我算了一卦 我说的都是真的 说完 我头也不会下了楼 弹幕翻涌 黑粉狂欢 哈哈哈哈 笑死 天道好轮回 这就是你们说的 陈黎的人格魅力 什么狗屁奥特曼 这年头还有人相信奥特曼吗 审券又不是傻子 陈黎真搞笑 幼稚死了 导演组看我一个人出来 硬着头皮 想让我再去喊一次 被苏林和宋雨川同时拦住了 他爱吃不吃 不吃饿着 我们要吃饭了 直播时间久了 苏林的大小姐脾气逐渐藏不住了 有一些粉丝 因为人设诈骗脱粉 但同时也吸引了不少新粉 宋雨川掀起薄薄的眼皮 看向主持人 陈黎需要休息 与此同时 数量优势上打赢了黑粉 审券拒绝聚餐 主持人抓耳挠腮 念念有词 在心里默默想着就场稿 等我们三个回到餐桌时 审券正好拿着碗筷 猫着腰走到最角落的椅子 被发现后 他眼神有些闪躲 故作镇定 不是聚餐吗 我来吃饭了 我朝激动的快要哭出来的主持人 抛了媚眼 又看向审券 小朋友真乖 审券不自然地撇过头 弹幕 笑死我了 审券怎么吃个饭头感这么重 懂了 儿童心理学专制反骨子 之前说 这年头谁献奥特曼的黑粉呢 速速快出来与我对居 居然敢不相信光 看我的干嘛射线 都受不鸟了 琳琳这张嘴 要是能借给我多好 我妈是个匠种 我爸沉默寡言 而我是个沉默寡言的匠种 开口就得罪人 真的很需要琳琳这张嘴 音音 我不想要琳琳的嘴 我想要琳琳 我天生反骨 琳琳老婆快来拿捏我 沈娟落座后 聚餐开始 苏琳作为倒数第一的惩罚士 随机从弹幕中抽取问题并回答 抽完之后 苏琳念着弹幕内容 不是 宋哥为什么对陈绿茶这么好啊 琳琳该多伤心啊 主持人瞪大了眼睛 哇 抽到正报的吗 审核 怎么回事 怎么筛选的 餐桌上的嘉宾一脸吃瓜的表情 读完后 苏琳皱眉 宋哥是宋宇川 我知道 陈绿茶是谁 不会是陈黎吧 我点头 语气宠溺 这是黑粉宝宝对我的昵称 苏琳笑着看向镜头 我的天啊 这个发弹幕的 不会是我的粉丝吧 我要澄清一下 我和宋哥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 看到宋哥对陈黎好 并不会觉得伤心 可是 一位男歌手弱弱开口 眼里写满了对吃瓜的渴望 琳姐 玩游戏的时候 看到宋哥和陈黎站在一起 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呀 此话一出 其他嘉宾看男歌手的眼神 仿佛在看一位 视死如归的勇士 苏琳愣了一下 似乎在回忆 我是不开心呀 男歌手 那你还是对宋哥 不是这样的 苏琳打断了男歌手 我当时是想和陈黎分道一组 他最喜欢紫色 所以抓纠时 我也想抓紫色 结果被宋哥截足先登 把紫色抢走了 所以有点哀怨 原来是这样 男歌手信心低下头 弹幕 陈黎 你为什么要喊我宝宝啊 还那么宠溺 呜呜 本来我还想再挣扎一下的 这次完了 垂直掉入粉坑 不是 楼上 你黑粉啊 他真的好温柔 我哭死 这样可爱的宝宝 为什么被莫名其妙 黑了这么多年啊 对呀 那些满天飞的黑料 其实早就澄清过了 琳琳学生时期打架 是因为那个人是个霸凌者 欺负琳琳的朋友 只不过 大家总是选择性忽略 宝宝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还有苏琳 虽然脾气暴躁 但也是个可爱的宝宝 真搞笑 我这个飞粉都看出来了 他是真喜欢琳琳 那些自称苏琳粉丝的人 还在那里不停贬低陈梨 还说陈梨是小三 我就想问问他们 脸疼不疼 嘴还硬不硬 但是 我真很好奇 宋哥和琳琳的关系 这俩的暧昧氛围 都快拉丝了 说没故事 我第一个不信 没一会 男歌手像是意识到什么 又猛地抬起头 宋哥 我觉得你对琳琳有点好的过分了耶 主持人崩溃地包了个 瞎塞到男歌手嘴里 每一个字都从牙缝里蹦出来 君君呀 咱还是先吃饭吧 这瞎是我做的 尝尝好不好吃 弹幕狂笑 哈哈哈哈 我君哥有一种 明天就不在圈里混了的勇敢 够了 我心疼他 干嘛堵嘴 人家孩子就想吃瓜 让他吃 顺便我也挺挺 我们琳琳 现在不是十八线小明星了 时时热度都快超过二线明星了 所以 我想表达什么呢 我是想说 琳琳这个热度 应该传点绯闻了 宋雨川和我忽然被Q到 镜头转过来 他淡淡开口 姐姐 这道红烧肉是我做的 超好吃的 你看着就很会做的样子 话音刚落 我就意识到不对劲 和宋雨川四目相对 本就紧张的空气迅速升温 还好 苏林骄傲的开口 打破了沉寂 糖半西红柿用到的糖 我亲手买的 我竖起大拇指 厉害呀 这糖可甜了 一顿饭草草结束 自由活动时间 我脱下鞋 挽起裤脚 在沙滩上漫步 宋雨川不仅不慢 始终跟在后面 我忍不住回头 学着韩剧女主的腔调 雨川哪 你干嘛呢 姐姐 你小时候被海浪差点卷走 被救之后说 让我以后在海边的时候 跟在你后面保护你 嗯 小时候 我和宋雨川小时候就认识了吗 没关系 记不起来就不想了 宋雨川眼神划过一丝失落 但很快就重新扬起笑容 我想起来了 你是我邻居家的弟弟 我如梦初醒 怪不得宋雨川第一次见面 就喊我姐姐 在我初二转学前 她确实这样叫了十多年 我看着眼前 漂亮的不像话的宋雨川 女脑子里那个不太爱说话 酷酷的 但总是喜欢跟在我屁股后面的小男孩 逐渐重合到一起 你是怎么第一眼就认出我的 我有些扎舌 过了十多年 人的相貌性格都会发生变化吧 你该不会 这么多年一直对我念念不忘吧 嗯 宋雨川七飞的谋色很深 眼底泛红 语气带着克制 我很想你 姐姐 每天都想 我原本只是想逗宋雨川一下 没想到她居然回得这么认真 你 姐姐 我喜欢你 宋雨川的声音顺着海风飘在我耳畔 你之前说过喜欢腹肌 你说过如果我采摘比赛拿了第一 你给我一个奖励 你可不可以允许我追你 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后面响起两声尖叫 苏林和男歌手一人拿着猫眼罗 一人拿着花旦血 二脸震惊 直勾勾盯着我和宋雨川 其他嘉宾也被尖叫声吸引过来 弹幕 头一次听到猫眼罗和花旦血的叫声 我在家里叫得比苏林和军歌更大声 呕吼 这是什么青梅竹马 久别重逢的偶像剧情节啊 我磕得CP成真啊 都怪之前的黑粉误导 导致我只关注苏林和宋歌了 居然错过了这么多套 李李这个小糖罐子 确实让人很难忘记 我理解宋歌 Oh no 嗚嗚嗚 李李是我老婆 竞争对手是宋歌的话 我岂不是一点胜算都没了 李李宝宝 还是看看我吧 我这人头铁需要拿捏调教 宋歌不需要你拿捏 自己就上赶着了 还是选择我吧 宝宝 有征服欲 我高冷拽库的宋歌原来是纯情小狗 我早就觉得他看李李的眼神不对劲了 宋宇川也没想到 他声音已经低成这样 还能引来这么多人 姐姐 男人轻轻喊了一声 像做错事的孩子 看得我心肩一颤 宋宇川 我朝男人走进两步 你提出的奖励 我答应了 什么 我忍不住的心跳加速 我说 你追我吧 我会认真考虑的 苏林带头起后 嘉宾一起欢呼 就连审券都懒洋洋地鼓了下掌 晚会过后 节目也到了尾声 我一夜爆红 众多导演抛来橄榄枝 接剧本接到手软 我和经纪人 从来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排荡气排得头晕眼花 饿得前胸贴后背时 接到宋宇川的电话 姐姐 我买了你爱吃的炸鸡 和五股鸡爪 我惊喜到 乖乖 你在哪 楼下 我隔着窗户向下看去 宋宇川养着脸 抄挥手 节目即将落幕 但爱情则刚刚开始 至此全文完感谢观看 期待一下新作品